哎你好我到了到你们公司门口了 然后有有那个杆啊是不让进呢 对那你电话要找给保安一下啊你稍等啊 电话找谁 哎我我给那个保安大哥了 喂你看 啊白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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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 啊白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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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嘞好嘞老子我直接开进去吗 哎好 那个体温会给你测一下然后口罩给你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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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车体温车体温 哈喽兄弟们今天来啊大公司 收一台大公司的一手车 老板的一手车 是一台宝马X15 一三款最后一批一三年十二月份上牌的 然后咱一会去看看这台车的车况 到底如何 来之前做好了功课啊保险记录啥的都查了 这台宝马X15一三款的 现在开了八年 八年跑了二十多万公里 然后保险记录没什么太大问题 赔的最多一次不到两万一万九千多 对于这种百万级别 思维来讲一万九千多 他可能也就是换一个尾灯啊 换一个尾灯碰个漆 因为宝马赛电 如果去赛电喷漆的话 一件喷漆是三千左右 兄弟们 证故意 现在检测发动机仓 N5第三零的发动机三零零T 单窝轮双窝管 这台发动机也是满满灯灯 兄弟 二十多万公里兄弟们 这台车 时表应该是二十三左右啊 以后给你们大伙看一下 这台车是高配 因为带腿脱 然后这个帮子是翘起来的 它低配的话 它座椅不是这个样子的 整体内是一个摩顺很轻 车控也特别好 这台车就是 这一个椰子板補漆和这个后备箱盖上端 啊有補漆之前查过记录 尾灯换了一个 然后一个后盖補漆 再加上一个左后椰子板補漆 下边这个后盖都是原车漆 后排的话 几乎应该是没做过人这台车 很新八年车辆 棚顶是黑色 这台车看一下厂牌 就能知道是否是玫瑰车 来吧兄弟们 这台车啊 中规看厂牌就能看出来 中规顶配的算是 满满灯灯 这一代一系列也是啊 带插钥匙的一键启动 特别有意思 冷车启动 没有任何延迟也没有任何故障吗 23万3000公里 包马充电这个风量键吊漆我之前给你们讲过 一会做一下录色啊兄弟们 然后这一款方向啊 转向机是电子的 它如果是地配或者是玫瑰的 它就是机械的 方向盘很沉 这款电子方向盘也容易坏 但是好在呢特别轻 现在全车为一个故障就是主侧 金光灯失效应该是灯泡坏了 其他没有问题 带数下来之后非常的稳 也没有抖动的现象 工况可以满满灯灯 兄弟们这台宝马X5安排完了啊 然后昨天啊 验了一下车 今天过来签了一下合同 满满灯灯 然后给你们讲一下这台宝马X5 这台宝马X5呢 当然是一手车 然后车主一直开了 现在算是八年吧 八年开到现在跑了23万公里 全程记录啊 塞电 保养的 然后现在这台车有什么问题呢 漏油啊 然后再就是一个金光灯坏了 其他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漆面也特别好 就有一个左后叶子板 跟一个后尾门有补漆 八年23万公里 这个车况啊 很少见 但是呢 公里数偏大 可是啊 你如果说公里数特别少 基本上你要 讲20左右 20多 你想安排一个 很难啊 除非是啥呢 除非是工况差一点 但是像这种车况特别好 然后如果说公里数特别少的话 你估计现在要去到小30 但是因为这台车公里数大 20多可能就能安排一个 所以说性价比来讲的话 算是满满灯灯 兄弟们 然后这台车啊 兄弟们 我给你们把个比方 你比如说你考虑普拉多4000 和这台宝马克斯五 如果普拉多4000 13年的12月份 跟这个一样也是顶配的 你们知道现在的行情吗 现在行情趋到40了 就是带底商的那款顶配普拉多4000 二手的行情 但是啊 新车的时候普拉多顶配 跟这台宝马X5的顶配 它俩相差了多少 宝马X5足足比这台普拉多 贵了40到50块 然后现在二手的兄弟们 这台宝马X5足足便宜了 比普拉多接近20块 这样的话 性价比是不是一下就凸显出来了 你说二十多块 你安排一个这么样的宝马X5 你觉得行不行 我感觉满满灯灯 然后这台车呢 需要整备的地方 还有一些整备之后 基本上啊 你们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这台车已经没了 我这个人吧 很少就是拍视频卖车 几乎没有拍过视频卖车 也不直播卖车 我是一个很佛系的人 所以说咱们交流一下经验啊 交流一下汽车知识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你要是买车的话 我建议你们 还是以本地为主 多看看试车 现在基本上找我买车的车友太多了 我也接待不过来 我的车呢 很多车友 基本上99%都是没看到车 全款给我打过来 我给他安排好 整备好 再给他发车 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么样的流程 即使这么简单的流程 我现在也是天天忙的脑瓜都嗡嗡的 所以说我今天视频前的兄弟们 你们还是以本地为主 然后还有就是兄弟们 这种老豪车它功率数基本上都普遍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台车你买到手之后 你正常在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你要是行驶的话 一年两三万公里很正常 你就像我旁边这台宝马X5 一手车主它每天从家到它的公司 要八十公里来回 所以说一年跑个三万公里很正常 八年开了二十多万公里 这就是正常一个公里数 假如说你们看到这些老年线的老豪车 公里数特别少的 我告诉你 有 但是特别的少 大部分百分之八十九十 都是这种公里数比较大的 你要是看到啊 七八万公里或者十来万公里 十多一万公里 一点点这种基本上都是调表 我个人我不调表 我卖的车基本上多少就是多少 从来不调表 所以说这种车型也是调表的重灾区 十台二手车九台调 兄弟们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们也要注意调表这件事情 调表呢 如何去验 存靠经验 如果你要是不懂二手车 我建议你找第三方啊 找个修理厂一起去 一个验车矿 一个验工矿 让你即将买到手车 满满灯灯 对不对兄弟们 还有就是二车这个东西 一车一框一车一架 在你去挑选的时候 不要一味的去买便宜车 这种老豪车 你可能买便宜 可能比市场行情便宜个两三万 但是你拿回来修个五六万 你头不大吗 所以兄弟们 二手车尽量别碰 老豪车尽量别碰 你要是啊 真想安排一个满满灯灯车 家用首选 那就是新车 还有就是啊 兄弟们 谁有钱 谁不买新车 对吧 买二手车呢 不就是实力差点意思吗 还有就是 喜欢玩的车 车可能挺惨了 不省惨了 有一些情怀大哥 不差钱买这些老豪车 还有就是喜欢这种老豪车 曾经自己的梦想就是这台车 也会入手这种车 所以说这种车的市场还是有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玩这么多老豪车 因为我老豪车专业 我以前也是玩老豪车的 喜欢玩这些车 所以说我对这些车型专业 你们要是有不懂的 评论区下方问我 我都给你回答的明明白白 还有就是啊 兄弟们 正常来讲 我的观念里是什么呢 这种老豪车 它安全性真的是满满等等 你比如说 二十多块买个容放 CRV 它的安全性 肯定是不如这种二手 曾经百万的安全性 肯定是能保你命 绝对一点都不含糊 真正的像陆地行驶上的 带引号的坦克啊 但是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车贵 有贵的道理 但是呢 最后啊 这台车到你手 毕竟八九年的车龄 你修的话 万一一点倍的话 长得没有我这么帅的话 那你修车 真就是一天两天修一回 十天半个月 你没准修进去半台车钱 所以说买车须谨慎 脑瓜子保持清醒 好吗 今天就到这 下课 拜拜 兄弟们 明天见 就好了 哦 贵